高度67公尺的基隆塔 以港区乔市起重机围发响 次之3.7亿元打造 只要搭乘19楼高的景观电梯 再走上高架原型栈道 就能将港区市区的美景 尽收盐底 刚刚起来而已 感觉是不错的 超美超赞 对 观景太好了 民众在栈道上拿起手机 记录山海和市井 基隆塔市营运六天 就幸超过7万人次前来体验 而远眺完美景 还能进入充满神秘色彩的 星恶反空洞一同探索 很神奇 来这里还统来统去 没错就对了 没错 没错 市营运这六天来 总共来参观的民众 统计数字大概7万2千多 那最高的时候 曾经到1万6千人次这样子 那最少也有大概5千多人次 其实在这六天的市营运期间 民众给了我们很多的意见 他们也很关心一些议题 市营运期间 市营大批游客前来朝圣 但外界关心 基隆塔到底未来要不要收费 市长谢国良说 基隆市民肯定不会收费 但为县市民众收费 还在考量利弊 基隆市民肯定是不收费的 我可以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是我们市民的权益 那外界市的朋友要不要收费 基本上我会权衡考量 我如果收了费用 让他们下跑了 那不来基隆观光旅游了 那我们是得不偿失嘛 但如果都不收取费用 其实那个地方 为什么围馆会到比较高的金额 就是因为他那个设计量体等等 他那个其实是要常常保养 基隆塔对于我们来讲 还是有他维护上的必要性 所以呢 其实为了基隆市长远的财政问题来讲的话 我认为外界市的朋友来玩 我们应该是可以着收 大概二十元或三十元这样的费用 基隆市民小卷系 一定不能收费嘛 对吧 然后对于外界市 当然使用者付费 他们还是应该要着收 对我们基隆市的市库 整个回修的部分 也都才有经费可以去 做这些保养 基隆塔将在十二月十六日正式营运 翔伊兰三海美景游客 不容错过 记者黄宋明基隆报导